開頭開頭 看著衝啊衝啊 下巴爹下巴爹下巴爹 警方再射 射了幾匹 又射 再射 再射 等著等著 怎樣下巴 黑衣男子拿著看板抖大標題寫著 共產黨安全 香港國安全 他是香港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 中午12點多在銅鑼灣搜狗前 表達對港版國安法的不滿 看板還寫到國安法就是 港版國安法 踐踏人權 殺滅自由 窒息民主 殘害香港 周圍擠滿了 圍觀民眾 有困難的 健康工作有困難的 根據五九九七 你都傻了 但每隔多久 大批港警 上前包圍 硬生生把譚德志 押近警車逮捕 不過香港民眾的不滿情緒 可沒有因此被削減 還有反對國安法人事製作 小熊維尼刊版 毫不留情 直接撕毀 歡迎大家走 另一頭還有民眾高舉著藍色字條 仔細一看 上面寫著 天滅中共 畫面跟著人群往前推進 電線桿上同樣掛著 天滅中共字條 從臉書香港人日程表可以看到 香港5月24號下午 這場反惡法大遊行 從1點正式開始 A路線起點在銅鑼灣搜狗百貨外 B路線起點則是灣仔修盾球場 而警方也在臉書PO文 聲稱將部署足夠警力 迅速果斷執法 跟在下午1點48分發文 銅鑼灣及灣仔一帶 有暴徒襲警堵路 警方釋放催淚煙 看來香港警方可是做足準備 更有香港民眾行車記錄器拍下 早在5月22號就能看到大台警用車 在路上行駛 反送中的噩夢不僅沒有停止 似乎還有越演越烈情勢 港版國安法就像一把刀架在香港脖子上 讓追求自由的香港人無路可退